我现在就在新山市乃机场 现在准备办理手续 送儿子回上海 过两个月就去英国读南普顿大山 在办理自助自己 搞个行李 都是在机器上办的 在排队脱衣行李 稍微等一会 就送儿子进 他要进去了 现在他在这边读书 也是七年了 也今天是马来西亚最后一天 也是过得很快 慢慢人就要独立了 不知道下次再回来是什么时候 马上进去了 你看 护照机票拿出来 护照机票拿出来 好 马上进去了 好了 好 孩子送走了 现在 以后就是一个人在这边生活 不知道儿子以后 毕业以后会去哪里发展 这个也很难说了 长大了 长大了就是要慢慢的独立 所以出来读书的话 国际学校这些年 包括在大学 觉得 还是成长进步 还是比较明显 孩子的这种各方面独立 学习的自主性 都是基本上 都不需要怎么管 我觉得 这出来读书的收获 还是蛮大的 在国内的话 如果这种中考高考 其实我们也 其实也很难考上自己很理想的大学 所以说 我就是 还是希望就是 各位的家长朋友啊 就是说孩子 听可能的 有机会能出来 不管是早晚都出来看看 开阔视野 见见世面 就是说国际化 多元化的一个世界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能够给到一个 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 甚至有的时候 能改变人的一生嘛 一生的生活 学习 都能有非常大的改变 好 今天那个 的分享 我们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关注大马真哥的视频号 YouTube的频道 谢谢